诶 主公 你看这是不是屎克郎 粪厨 啊 还真是这小子 主公 我回来了 少来这套 上级你他妈还在嫂子那当理财大师呢 误会啊 主公 那是卧龙让我去当卧底的 别胡说八道啊 这种话忽悠一下曹贼还可以 想吃定我们这位帅戏中带着一丝智慧的主公 还差点一丝 是的 没错 哥亮 你刚说粪厨是屎克郎 现在又说他想吃定大哥 那大哥岂不是 黄远贼 你话挺多呀 咋的 粪厨抢你放碗了 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 千万别落在我手里 主公 我真的是卧底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我的连锁垫计划 咱们怎么可能再吃笔取胜 小说 此战能取胜 完全取决于我借来的东风 和你半个比特币的关系都没有 为啥是比特币 因为是比特用的币 你他妈才是比特呢 主公 卧龙陷害我 你俩都是心里有鬼 身上有屎 以我的饭量很难判断 云长 投降操操是当卧底这个说法 你认为可不可靠 哼 好吧 既然云长都认可了 他就收到军师的头衔 凭啥他凤厨一来就是二军师 瞧你那随色 献个丑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能献丑 我也能献胃 可拉倒吧 你胃那个长相还不如我媳妇呢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祸害我的后宫 恭喜大哥又喜天一鸣加利 大哥这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简直是为所欲为啊 我没你那么为所 你想要 我教你啊 大哥你别闹 人家凤厨可是指名道姓送给你的 他拉出来的屎从来不会咽下去 大哥 凡事要看向好的一面 虽然你这些后宫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他们的身材也很差呀 呃 我的意思是 他们虽然质量不怎么样 但好歹还有数量上的优势 带出去一样可以装逼嘛 装傻逼 别逼逼了 这好歹是凤厨的一片心意 还不赶紧笑呢 别笑呢 我都哭了 你这么伟大 老大都送给你了 八嘎 你这叫什么话 都别吵了 我的表妹来了 哦 凤厨 你这表妹够表的 跟你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大哥 你刚刚说的话还算话吗 对呀 大哥 这个妹子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的 还是让小弟来打头阵吧 滚 什么妹子我把握不住 那就我的把他握不住 主公 我现在强烈要求 要升级为大军师 安准 主公 你要三思啊 慢着 我反对 除非你再向我献个妹 你妹 你当我是贾宝玉呢 我哪来那么多妹 诶 既然大哥和二哥的票数打平 那我这是不是决定性的一票 没错 卓俊 古天乐 你认为我和葛亮谁好 嘿嘿 那当然是 千万 易德 我请你喝酒 葛亮 你现在才讨好我是不是有点晚了 就是 易德快投票 投什么票 易德 咱俩划拳 易德先投票 犹豫就会外北 果断可能白给 投票 划拳 我和葛亮谁好 边划拳边投票 葛亮好啊 666啊